由于叛徒的出卖,上海地下等组织未配合什么情况,而惊心致敬地破坏敌人军火库的计划,并有巨大的威胁。 拂有特殊使命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特派员潘飞,秘密来到上海,调查共产党伙食一安。 一场扑苏迷离,而又现象还生的战斗。 杀手的水平太差了,但我知道是谁,谁? 你长处长很熟悉。 杀手是谁? 杀手是谁? 杀手也太 dua了! 杀手是谁? 我一定向南京报告 为你请过 谢高层在里 我不明白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名义 要是炸药质两屋的杀手 是我不够的 还是你成天罗负责 不要说了 我负责 谢君夫的话 我也相信 现在 我已经告诉你 人像 快 把他干了 是 我马上来 我是特殊 来为你送信 把手提起 我将眷恋地消失 我将眷恋地消失 收益地消失 沙印祝宝辰没的 青温 How 幸溺地уры 沙印祖乃 风湿 沙印祷 沙印祷 那就是我愛的足跡 讓你看到天涯芳草 那就是我愛的足跡 是你譜的曲 是無明氏詩人的詩 他寫得太動人了 你認識這個無明氏? 不認識 可是他的詩格調高雅感情純真 像是聖節心靈的呼喚 不過你要當心 潘妃 詩就像烈性的酒 多喝了是要醉的 潘妃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阿姨 阿姨 潘妃回來了 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位是 是潘妃 這位是 不必介紹了 我想這位一定是謝金夫先生吧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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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好像很忙 好久沒給我寫信了嗎? 我 我在寫畢業論文 阿姨 我該走了 我去向盧老師告別 潘妃 潘妃 你 你怎麼了? 一點也不瀟灑 太不禮貌了 如果我沒說錯 昨天下午 你們到蘇州河畔去約會了 你怎麼知道的? 他是我老師 你是爸爸的學生 你們在一起說什麼? 他經常和你來往嗎? 你是 詩問我 你是不是懷疑我? 我記得 有位詩人 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 愛情 是在花錢月下 密語清清 也是生活賦予的責任 我送你 我送你的白玉雞心項鍊呢 這可是我母親 留給她兒媳婦的 也許 也許忘在教室裡了 目前 上海的局勢很不穩定 我是提醒你 在交朋友的時候 還是謹慎點為好 你真壞 我靠在你身邊 我靠在你身邊 但總還覺得 離得那麼遠 停車 我去看看伯父 嗯 天天 君父要走 你去送送他 伯父 您好 溫菲回來了 是來上海採訪嗎? 是的 好 好 上邊帶 好 離證 報告長官 我倆奉命運送暴廢軍火 一切就緒 準備出發 知道了 是 杜局長 打開 把箱子打開 是 啊 這是你的文章清漾 啊 這將是 投向黎明前黑暗的 一顆跑蛋 是嗎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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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记者 又刚从南京来 对前线的战局 你比我清楚啊 记者可以把失败说成胜利 但我应该对伯父坦诚相告 既然共军 在转瞬之间 一举多去整个江北 那么我们所谓的天欠江坊 固若金汤 只不过是安抚人心罢了 与其说共军无敌 倒不如说是国军无能啊 在这种情况下 不知伯父有什么打算啊 打算 如今哪有我卢方舟的避风港啊 还有一件事 差点忘了告诉你 什么 有一个叫蓝欣的通知 要召你谈话 蓝欣 她是个女的 是我们读书会的秘密负责人 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明晚七点 在南京东路 马尔斯咖啡馆见面 记住 她头上 带着蓝蝴蝶结 带着蓝蝴蝶结 我记住了 谢先生 你又在发表什么高论了 我们在谈毕业论文 谢先生 靠财出众 妙语成诗 动人的讲眼 能博得全场的掌声 这我 早有耳闻 拍先生 对我的评价 太高了 如果 想借此 拿别人下水 这是什么意思 这你很清楚 今天我提醒你 我和卢婷的事 已经定了 你这个大学教师 应该懂得 起码的做人道德 潘飞 你 你怎么这样说话 如果 潘先生这样认为 我很遗憾 卢婷同学 我该走了 等等 卢老师 卢老师 是我不好 给你们家带来不愉快 再见 这 丁丁 去送送君父 哎 陈处长 你看怎么办 立即将留分 捉拿回案 是 放车 你跟潘飞 是怎么认识的 在一次 记者招待会上 一见钟情 我爸爸 很赏识他的才华 哦 我很理解 他好像 知道我们的事 不 他刚从南京回来 最近 风声很紧 特务多种幽毛 你要谨慎小心 看他 哎 快 快 快 伯父 眼下是非常时期 我觉得您的家 给 不一定经常有外人出入 君父是婷婷的老师 也是我的客人 是吗 我是考虑到您的工作和地位 我不过是军火库的一名技术工程师 对于感兴趣的人来说 您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也就是情报 伯父 有件事 我不能不告诉你 婷婷最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读书会 这篇文章就是她写的 荒唐 入袖为干 就参与政事 伯父 应该吃药吧 报告局长 接国防部电令 不惜任何代价 一查报警 去卢总家 去卢总家 我 是卢总 我 是卢总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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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协供应局 布什园局长要来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 我该走了 没什么情况 我顶着陆方舟 不能出半点差错 别动 别动 我顶着陆方舟 楼总 杜局长看你来了 楼兄 是袁兄 楼兄身体前暗 这么晚来打扰 实在是有钥匙相谈 请 走吧 这次上面对军货突击检查 没想到出了大批漏啊 是吗 你看 罗总 如此精良的枪弹 竟有人把他当作过期废匹 冠冕堂皇的运往吴松口销毁 是啊 请初步调查 已经被销毁的枪支弹药 足够武装几个旅啊 据可靠情报 这个作案人 就在你卢总的技术鉴定部门 这个作案人 就是你的助手 刘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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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是共党派遣的伙食 他以技术鉴定员的身份 长期潜伏在我们的军火库 报告局长 刘芬潜逃 啊 他跑了 嗯 我已经封锁了车站码头 对 程处长已经派人连夜追捕 没想到 共产党的嗅觉这么灵 事情是明摆着的 刘芬的潜逃 是有人通风报了信的 烟到烫手了 卢总 我感到太意外了 意外吗 刘芬 是你的得力助手 这次突击检查 是先知道的人当中 不是也有你一个吗 听口气 孟秘书今夜登门时来 兴师问罪的 孟秘书 你对卢总说话应该谨慎些 我从未提过嫌疑二字 我不过是针对所发生的事实 做了直率的分析而已 陆兄 你不必计较 我觉得 你卢总更有资格 对你部门所发生的事情 提出线索 你 你 杜兄 我看有些话 还是当面挑明了的好 卢总 你千万不要误会 此案重大 我登门 只想求你鼎力相助 查明真相 别无他意啊 好了 陆兄 你早点休息吧 我告辞了 陆兄 你我同创多年 我还能不信任你吗 宽怀 宽怀 以待呀 啊 啊 Rao 总 刚才 我有些冲动 我向你道歉 不过我是下了决心 要抓住刘芬 把这个泄密者找出来的 晚安 这批枪制弹药 都是愿望无从考销毁的吗 是的 报费有这么多吗 我去拿鉴定报告 不必了 这就是你认为要报费的枪支和弹药 不过我的鉴定和你的并不一样 我去拿鉴定报告 喂 是石元兄 对 签定好的枪支弹药已经全部装上了卡车了 对 什么 石元兄 这件事情很复杂 需要当面说清楚 半个小时以后 我来找你 请 等我把话说完 我老了 生命对于我来说 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但是 在我发现你的问题的时候 我确实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犹豫了很久 最后 最后 还是叫你来了 也许这是为了我自己 也许是为了我唯一的女儿 陆婷 我现在叫你来 只是为了告诉你 今天 上面有人来军火库突击检查 你是不是 做个准备 啊 我可以断定 刘芬的潜逃 和卢方舟有关 我不相信 像卢方舟这样的人 能铤而走险 这种时候 人心难测 你能为他打包票 至少 我要捡到证据 是 你这个死的 是 你这个死的 ird情 死的 你 死的 死的 坐 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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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监视你 但没有证据 刘芬的朋友 外面开始大搜捕了 我来看看婷婷回来没有 我去 我输了 可我希望你赢我 在一切事情上都能重复我 正负你并不容易 但我想试试 这才想个男子汉 是吗 歇会儿吧 刚才你的反手扣球确实很漂亮 那是刘芬教我的 给 刘芬经常和你在一起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请吧 在南京的时候 她还教我骑马射击呢 你的这位朋友 是位不寻常的女子啊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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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 来 怪不得你不等我了 原来 已经有了对手 我给你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了 我当然知道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剧者 米斯托潘 你自我介绍吧 敌人叫叶慧如 是婷婷的同窗好友 也和她一样 是你的忠实读者 叶乔姐 我认识你很高兴啊 爸爸 今天打球 我赢胖飞了 爸爸 爸爸 你在想什么呢 婷婷 你觉得 潘飞住在我们家来 好吗 我和她在一起很快活 她 不一定是为了你 才住在我们家的 大人也是为爸爸 她怕你冷清 伯父 您要出去 嗯 是为昨晚的事 去找杜局长 快快 快过来 都趁热吃吧 爸爸 爸爸 吃着再走吧 小笼包都好了 时间不早了 该走了 你也快点 早点去闪课啊 嗯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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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